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看書迷說頻道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 要怎麼樣去規劃一輛 可以騎20年的車 那這個題目呢 其實也是個假議題啦 你媽媽的菜籃車要騎個20年 其實也是沒什麼問題 那我們的車這麼貴對不對 騎個20年 通常都是你不要了 很少說他真的是不堪用 但是我們說 有一些零件會老貨 或是說廠商會推陳初心 我覺得對於中年的騎士 這個題目是會有吸引力的 他們已經厭倦了 廠商呢 心腸推陳初心啊 被引誘幾次 花了很多錢之後 就想說 對騎自行車還是很有興趣的 只是覺得說 有沒有一個比較經久耐用 不退流行的不敗組合 那今天呢 剛好就有一個case 跟大家討論一下 好我們看前面這輛車 也是一台泰車喔 但是看起來 這個配置是有點舊的 上面有一些零件老貨 等一下會帶著大家看一下 那這輛車是我13年前賣出去的車 也就是我經銷這個品牌賣的第一輛 等於是我今天進貨明天就賣掉了 很快喔非常快 可是第二輛就沒那麼快了 但是第一輛就是非常的順利 買這個車的車友當初也非常年輕啊 二十幾歲 現在快四十歲了 那我們也是成為非常好的朋友 這輛車呢 大概五六年前有重新 稍微整理一下 等一下我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但是他這一兩年都沒有在騎 興趣轉移到別的地方 他說可能騎一個林道或者什麼 他需要一台offroad的車 所以車子沒有騎了 然後問我說可以賣多少錢 我說賣沒幾個錢 不然賣我好了 我就把它賣回來了 第一個他是在電子變速時代之前的東西 所以你看第一個沒有走內線的規劃 然後第二個呢 現在是油壓跌砂時代 所以跨了兩個世代 這個車子目前的二手價格不高 但是其實車子還是很好用 幾個月前才把我的另外一輛 我有兩輛母子 把其中一輛賣掉了 又買一輛回來 因緣際會 剛好我覺得他在這輛車上可以做一些規劃 是我之前想做但是沒辦法做的 把它買回來好了 那假如說家庭出遊 也可以給我二十七吧 因為他身高跟我差不多了 那等一下我們就細步的來稍微 我們看一下 假如說你想要一台經久耐用的車子 以目前市場上這些 自行車的一個材質來講 我會推薦泰和金的車 大家記不記得我們之前有介紹一輛車 也是沒什麼在保養 然後那個鋁兒金的把手都爛掉了 很多東西都爛掉了 車架幾乎都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泰爾金就是一個非常經久耐用的一個材質 所以假如說你想要經久耐用的車 第一個是泰爾金 然後第二個呢 它又不會特別重 比較中高階的探險車 其實稍微重一點點 大概重幾百公克而已 再來是它騎起來是相對舒適的 我們說中年騎是不在熱血 但是需要運動的話 這個車子是非常適合的 就是經久耐用 不太需要保養 很舒適 像這個把手就是碳纖維的把手 碳纖維的材質也是可以的 其實碳纖維本身是還滿耐的 但是它外面那層漆 有時候會老化 像這個把手也是碳纖維的 你看它的漆 上面的這個保護的漆都掉了 那這個漆掉了以後 其實這個碳纖維 久了就會損傷 能不能到20年我就不確定了 但是假如說你把它這個把手拆起來去翻修 然後把它不要沉著漆 去漆之後再重新上漆的話是OK的 但是我們說 假如是碳纖維的車子 烤漆的部分是容易有損傷的 有一些邊邊角角啊 像以前最常就是那個出線孔啊 因為它會卡你的汗水 所以它也會侵蝕 所以都是那個漆不夠耐久 那邊有一輛超過20年的碳纖車 等一下跟大家介紹一下 還有就是 泰車當然組裝的時候 我們需要上防卡機啦 不然的話到時候卡住了 它會有那種電位焊接 譬如說這個車子是不是好的 我們就拿個工具 螺絲是不是可以轉得動 這也是泰螺絲啊 你看這個還可以轉得動 表示當初是保養得還不錯的 像這個座管 座管會不會卡住 變時鐘鍵 把螺絲放鬆 確定一下可以動喔 所以我們說這個當初是有用心在組裝跟保養的 那當時呢 變速器 傳動系統是會損耗的 它原來是整套的RAID的 時速的 那這個飛輪換過 鏈條換過 那當初那個導輪也都爛掉了 那個導輪沒那麼耐用 那大齒盤沒有換過 好像這個BB裡面的軸層有換過 幫它換過 所以這些算是耗材 那像水壺架 水壺架是不鏽鋼的 不鏽鋼也會生鏽啊 上面會有一些鏽斑 當然你可以把它除掉啦 但是胎兒鏡是幾乎不生鏽 不會有任何氧化的 所以未來我會把重新這個車子翻修 我就會換胎兒鏡的水壺架 這個車子呢 你不要看它那麼斜齁 因為我的車子那時候有把 上管拉平一點 定製的集合嘛 這個車子是 就算標準尺寸的 54 size 50 所以它其實尺寸滿大的 但是它屬於競賽車 所以頭管比較短 所以到時候我會用那個上身把手 比較符合我的設定 還有一個你要騎這麼久喔 中年人只要從40歲去到60歲 你的設定需求會改變 所以我們說 假如你一開始就是使用上身把 速管又踩很短 那以後是不是沒有辦法上身了 像你看蘇米的車都會使用上身把 為什麼 因為車子都超過10年了 以前這個高度是OK的 現在這個高度已經不能升任了 所以我們說你要預留一點空間 要嘛速管留一些 我是不喜歡留那個太長的速管 其實就是說 你當初這個高度是要合適的 那未來可以換上身的把手 你是不是車子騎起來 比較符合中年不入老年的需求 然後這個坐墊也有換過啊 坐墊是消耗品啊 然後像這個鋁合金 陽極處理的這些零件 有點褪色 像這個也是有替換零件可以換的 還有一個是 煞車夾器啊 很多人的煞車夾器 就是這個調整螺絲都不能轉 當初就是沒有潤滑 然後汗水下去之後就卡住了 所以像這些細節 假如都是還能動 它其實它的功能是正常的 但是好 我來講一個輪組 假如現在讓我選了 我就不會配這種輪組 這種是鋁服條的 有名的蝦貓 蝦貓Altra 早期啊像那個鋁服條的輪組 非常受到大家的喜愛 因為它剛性十足啊 踩起來性能非常好 輕巧強韌該有的都有 可是它有一個缺點 致命的缺點 鋁合金其實會氧化 像這個鋁頭啊 它只有電鍍的 其實現在都氧化很嚴重 可能已經拆不動 就是我沒有辦法去拆卸調整 這些都是特規零件啊 一支浮條 一般行情啊 五百到七百塊 然後這個框也是 都是特規零件 所以你現在買起來可能很便宜 兩萬多塊 全新的喔 可能不到三萬塊 但是修起來可能就非常昂貴 還有這種二手輪組喔 那種價格很低 那為什麼 因為就是後續的維護感非常高 二十年的國產車可能還有一半的價格 可是二十年後的進口車只有十分之一的價格 然後修車的錢可能比買車的錢還高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啊 那什麼比較好 我會建議說大家可以找手邊輪 不管是圈煞或是跌煞的車 手邊輪可能還是我認為我會自己去規劃一台車會是一個首選的 第一個你買一個好一點好的花骨 一套花骨 大概四百塊美金左右 你大概抓預算我覺得是好的 你當然有更貴的也有更便宜的 但是假如在四百塊美金 然後有名知名的品牌 那其實他們的花骨是非常耐用 你要碳鮮的你要鋁合金的都可以 然後像這種是鋼絲的服條 第一個單價不高 一根總共幾十塊一兩百塊 然後它的選擇是很多的 修補零件沒有什麼問題 縱使框是消耗品 你換框換鋼絲就好 花骨都還可以用 二十年只要你重新編過一次 其實我覺得還好 但那個費用不是很高 那框看你要什麼框 要碳纖框 要鋁框 開口胎 要管胎都是可以 只是現在沒什麼人在玩管胎 那所以我會建議說 鋼絲浮條手邊輪 買一個好一點的花骨來編 在現在也是適用的喔 譬如說你就去找那個疊殺的花骨去編 好然後等一下我再跟大家介紹 我準備要重新去把這台車再組裝起來 我會配用的零件 這張車超過二十年了 這個應該就是兩千年之前的設計 還是用一英吋的這個前叉竖管 那這個車架烤漆也是會剝落 所以這個也是有整理過的 這個大概多久以前整理 大概也快十年了 假如你都有在上路騎 大概差不多十年就要整理一次 甚至更短 這個車子因為近十年來 它一年騎不到十次了 這騎得少 十次還算多 應該沒那麼多 像這個紫線酸這裡啊 流汗啊 然後就是從這邊爛掉啊 五通這邊 還有這個後勾爪 碳纖維跟鋁合金交接的部分 那個都很容易氧化啊 所以這就要整理一下 那這個車子是有整理過的 沒整理這個車子會很糟糕啊 狀況很糟啊 所以假如說二手車價很便宜 你想要買回來騎 那我會建議說你還是整理整理 但是這個預算要先顧在裡面 現在烤漆這個都是要一兩萬以上 修整喔 不是重新烤漆喔 那我們看這邊的零件就是 我準備要裝上去的 這個是十一速的無線電變 因為它沒有走內線的孔徑啊 所以我會裝無線的電變 不用跑線 然後這個夾器都整理過啊 該上油的地方要上油 所以你到時候裝上去 還是經久耐用的 像我們剛才看這輛車 那還有把手 頭管比較短嘛 所以我們要用上升吧 這個是好東西啊 這個是超清盤 四六三十 這個符合中老年人的使用需求 水無價會改用這個鈦合金 這是中空的鈦合金去彎曲的 然後像那個鋁合金 陽機處理的零件 這是有替換 我以前是木質的代理商啊 現在是經銷商啊 我還是有在賣 只是比較少 好那這個袋子還蠻有趣的 木質的亮層 中間這個框是鈦合金的框 它那時候最後的初清要打折 是我買了一個 可是買回來沒地方放啊 因為以前我那個上管都比較平 座管不夠長 像這輛車的座管拉出來比較多 我就可以裝啊 不然就不會磨到輪子了 這個可以裝上去 花了七百塊美金買了 這個是鈦合金的框 上下兩層的織物袋 好這個就是我準備把它放到車子上 規劃一台再騎十年的車 好我們看一下 我的七百塊美金買的袋子 終於可以裝上去 因為這個座管拉的比較出來 上管比較斜啊 所以當初這個車架設計就是 上管做的比較斜 我們這一集就是說 題目叫做 怎麼樣規劃一輛騎二十年的車 那我們說當然每一輛車都可以二十年啊 只是說怎麼樣是一個比較好的規劃 在這個過程中花比較少的錢去翻修它 它比較經久耐用 然後翻修成本是比較低的 我們說鈦合金是首選 然後再來就是輪主會建議不要用鋁浮條的 建議說買一個好一點的花骨去編 有人說你這個圈煞車要被淘汰了 你為什麼不去買碟煞車 我們說這個圈煞車一百多年了 它還是會存在的 那這些零配件其實都還是找得到 也不是說去買一台新的車啦 所以我們說我們是延續它的使用週期 圈煞還是很好用 順便騎了十幾年的 有快二十年的圈煞車 我覺得是還是不錯的 所以今天呢 就給大家一個範本啦 說現在車子這麼貴 一天大人推陳出行 買了幾次之後呢 就想說 是不是有一個可以騎久一點的車 那這就是一種規劃 到時候把它弄好之後呢 還可以再站十年二十年 好那 有機會的話我們完成了 然後再拍一集給大家看 好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那假如有設定上 或是說老車需要整理 好當然是像這種等級的車 好你拿個三萬五萬的車 那我說一般車線處理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來找書明 希望有機會可以為你提供這樣的服務 好我們這是我們這一集的節目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請你們燃了 快 Wednesda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